在2022年5月16日已经发生了一次超级血月,不过在11月8日还会发生一次血月,也就是说在2022年有两次血月的出现。 那么,对于一年出现两次血月,它的频繁出现预示了更多灾难吗? 并且对于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天体来说,从古至今一直流传着很多传说。 甚至有一些人相信月亮会影响人类的行为,那么月亮真的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吗? 在很多古代文化中,都认为血月的出现预示了不祥之兆。 比如在圣经中,血月的出现预示了世界末日的到来,那么血月的出现预示了灾难吗? 血月的出现是因为月全时,月全时的出现也就是意味着满月。 那么满月的时候真的会影响到人类的行为吗? 在一些古老的传说中,亚里士多德和老普林尼认为,由于大脑也是由水构成的,因此它可能会像地球水域受到月球影响一样受到影响。 他们相信月亮有能力诱发精神错乱、癫痫或疯狂发作。 甚至一些现代思想家也有这个想法。 精神病学家阿诺德·利伯·阿诺德·利伯博士在1978年撰写的著作《月球效应》,生物潮汐和人类情绪和月球如何影响你,一本关于月球的令人信服和有争议的书影响你的情绪和生活方式。 利伯尔建议,由于人体大约70%是水,因此人类会经历由月向引起的潮汐变化,就像地球的海洋一样。 他写道,在满月之下,谋杀、自杀、严重袭击、精神疾病和致命车祸的发生率急剧增加。 无独有偶在2007年的6月,英国布莱顿的高级警官宣布,他们计划在夏季部署更多警官,以应对他们认为与月球周期有关的麻烦。 警察的研究得出结论,当满月时,暴力犯罪会增加。 警方发言人表示,进行的研究表明,暴力事件与满月之间存在关联。 一位负责这项研究的警官表示,根据他多年的警官经验,毫无疑问在满月时,确实会遇到一些行为怪异的人,他们更易怒,更爱争论。 月球对地球的更大影响是对海洋的潮汐。 潮汐是地球感受到的来自月球和太阳的引力拖拽的结果。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太阳,面对月球的地球海洋会因月球引力而隆起,长潮。 地球近侧和远侧引力的差异意味着,与此同时,离月球最远的一侧也有长潮。 因为海洋是液态的,所以在这两个高潮之间有两个低潮。 随着地球旋转,这些高潮和低潮在24小时内在全球范围内移动, 这意味着每个沿海地区每天都会经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